前最高法院大厦即将改建为国家美术馆 但是公众无需感到遗憾 因为只要通过手机或者是平板电脑 下载一款新推出的手机应用程序 公众就能够重温以及虚拟游览最高法院大厦 为了备战 上世纪40年代初期 一代代百米堆积在最高法院大厦内 并不是一个罕见的景象 公众接下来能够通过提供 虚拟导览服务的应用程序 获取这类永趣的资料 同时也能够观赏到相关历史照片和建筑布置 当中包括用来关押囚犯的地下牢房 这款星期二正式推出的应用程序 是新加坡法律协会和本地艺术家苏总盛 花了八个月的时间完成的 公众可以通过安卓和苹果iOS系统下载程序 付出于人的讯用程序 就是新加坡法律协会和新加坡法院 这份公众是新加坡法律协会和新加坡法员